嗨 歡迎收看全民瘋車爸 大家好 我是韻宇 第一支的試駕影片已經上線了 收到非常多人的反饋 那有好評 也有負評 那有很多建議跟指教 那其實每一支留言我都會看啊 非常的謝謝大家 如果你未來還希望可以在瘋車爸呢 繼續看到我試駕的話 那麻煩就是先訂閱瘋車爸頻道 然後還有開啟所有的小鈴鐺 那也可以看一下呢 我什麼時候可以把 廖宇辰就是 讓他退居幕後 沒有開玩笑 那另外呢 如果想要追蹤我更多的動態還有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IG跟FB 也別忘了呢 其實我還有一個頻道 是專門在做3C科技的開箱 最近近期有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手機好玩的東西 其實陸續呢 都會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訂閱追蹤一下 那我們就也要開始今天的試駕 雖然很多人呢 其實都有看到標題了 不過呢 還是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 如果要說到一個圓圓的線條 那比較短小的車型 但是有很強悍的馬力 大家第一個會浮現的車款 會是哪一台車呢 應該大概有八成 或是很多人應該都會想到就是 Mini Cooper吧 先來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對 Mini Cooper的一些印象跟想法 最深的印象應該要說到一部電影 是偷天換日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吧 就是看傑森斯塔森啊 莎莉賽隆啊 他們要偷金塊 然後呢 當時就架著Mini Cooper 在那種地下鐵啊 可以下樓梯啊 隧道這樣穿梭 所以他那種駕馭感十足 很有性能的那種感覺呢 就是這個印象真的升值在我心 我知道有蠻多女生的車主 其實會對Mini Cooper 蠻有一個嚮往跟一個熱情的 但是我個人真的是還好 可是這沒有什麼原因喔 這是一個感覺問題 就是跟愛情一樣嘛 其實很看感覺的 不過其實也蠻期待說 今天會不會試駕完之後 也會被Mini Cooper圈粉 然後就加入這個邪教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Mini Cooper呢 其實算是第三代的車型了 那它在2013年的時候正式發表 所以這個世代呢 其實已經歷經了七年 在2018年的時候呢 有第一度的小改款 那一直到了2021年的1月 才正式發表了第二度的小改款 那關於它的售價級編程呢 我們也先放下來給大家參考 今天試駕的是三門的 Mini Cooper S的車款 那三門的系列的售價呢 是從121萬到199萬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啊 其實我們今天試駕的三門先備 那Coopers S的這個車型呢 其實比改款前定價上 其實有降價三萬塊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 稍微去注意的地方 那其他有漲有降 那價格呢其實都不太一樣 大家覺得我應該要開始講外觀了吧 偏不要先帶大家看外觀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呢 在這一次小改款算是 新加入的一個科技功能 我覺得很符合我的專業 那他們現在呢 在小改款過後的車型呢 其實可以搭配使用他們的 Mini App 就是可以做App的互聯使用 這東西呢其實跟 如果你是B&W的車主的話 應該也會蠻熟悉的 因為B&W有一個買B&W App 那之前呢我們家我爸爸開的是 B&W5系列的車 其實他還蠻常用這款的App的 那今天呢我們在現場實測了一下 這個App呢幫大家研究過了 要綁定的時候呢 你要先去註冊一個 就是Mini互聯的一個帳戶 然後呢再來綁定呢 它有一個車身的號碼 最後還要進入到電腦裡面 有一個PIN碼 那全部都綁定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來使用 那這個App大概簡單分為 四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顯示 你的車輛的狀態 例如說上面可以看到你的油量啦 然後包括一些胎壓啦 那車門的狀態是不是 車門打開 車門鎖起來 它可以在上面呢 還蠻清楚的來做顯示 那第二個呢 還有一些遠端遙控的功能 像是呢它可以在車外 上鎖或開鎖 然後呢還可以響這個喇叭 不過呢我不知道今天 是因為我們在山上 我覺得它有點像恐龍 很延遲你知道 就是恐龍不是踩到它尾巴 然後過很久才會覺得很痛 大概是這種感覺喔 剛剛有試鳴了一下喇叭 結果它過了大概快一分鐘吧 突然就是響了一聲 還把我嚇了一跳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遠端遙控 或許我們在山上這邊 實測都要有點不公平 但是大家如果你是MINI的車主的話 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的 是蠻有趣的一個功能 那接下來呢第三個就是 我跟我爸爸過去很常用的 就是它可以在你駕駛之前呢 就是說你們今天要出遊去玩 你可以先在手機上 設定好你的目的地的地址跟地點 然後呢進入到這個APP 然後再傳送到車內 那你在上車的時候呢 其實它上面呢就會已經幫你搜尋 然後也記錄好你要去的這個目的地 所以你上車其實就蠻優雅蠻輕鬆的 打開你的導航 那你的目的地已經輸入好了 就可以上路了 我覺得啊這個東西就是男生蠻實用的 怎麼說呢 你今天要帶個女生出門 要去約會 那如果你都先把這個目的地儲存好了 一上車你也不用手忙腳亂 那有的時候你上車你還要遭導航 你可能用語音 就那個還給你很LATSA 就是讓你很不帥氣這樣 所以你一切都把它規劃處理好 那上車馬上可以上路 我覺得女生應該會印象蠻深刻蠻喜歡的 那再來第四大功能呢就是 關於類似售後服務還有保養的一些資訊 一樣呢有整合進這個APP 我覺得就是一個蠻科技化的一個技術的展示 但是今天實測起來我覺得它反應真的蠻慢的耶 所以或許到市區啊我們可以再來試試看 不過我個人是還蠻喜歡 今天汽車有跟科技的技術有多結合的這種感覺 如果你問我我要來選MINI的話 我會選哪一個車款車型 如果是我的話我一定也會選三門先輩的 因為既然你都要MINI了 就應該要MINI到底對吧 外觀其實在小改款之後呢 有一些蠻標誌性的變化 那最明顯的呢大家應該第一眼望過去就會看到 就是它的水箱護罩和寶桿呢做了一個變化 過去很經典的一個六角形的水箱護罩的線條 它是直接向下往下延伸了 那整個看起來呢是比較有運動感 那也比較霸氣一點點 另外在小改款一個蠻重大的更新呢 就是在這個頭燈組的部分 圓圓的頭燈還是很經典很可愛 但是呢新的頭燈呢它就是結合了遠近光輔助功能的LED頭燈 那和日行的LED頭燈 那另外呢我們現在看到啊 整個車頭有很明顯的黑化 包括像是很漂亮很經典的MINI LOGO 然後還有在頭燈組啊的這個外框啊 然後水箱護罩的這些黑色的外框呢 還有待會我們可能會看到後面 例如說要方向彈 然後還有排氣管 然後旁邊的葉子板上面的飾板等等 都有黑化的處理 那這就是要選配一個Piano的高光的套件 那選配價大概是兩萬塊 我覺得如果你非常喜歡更運動感 那喜歡黑化這樣的風格的話 像我今天就是有黑化一下 我覺得就建議就是選起來啦 其實還蠻帥氣好看的 可以看到呢在引擎蓋上有兩個賽車的這個飾條 那也是要選配的選配價是一萬元 那外觀的部分呢我覺得就是 蠻看個人的喜好囉 我覺得Mini Cooper在外觀就是有蠻多可以選擇跟變化的 所以它也是一款個人化 個人風格可以相當濃厚的一台車款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特別喜歡它的一個原因之一吧 來看到車側 第一眼你會被什麼給吸引呢 我的話我是會被這個雙色18吋的鋁圈給吸引 很漂亮很騷包耶 但是我剛剛攝影的時候它覺得很像那個Wi-Fi的這個圖示 我覺得蠻好笑 但我相信啊它在路上啊跑起來很動態的話 應該會是非常帥氣好看的 所以我非常喜歡 那再來看到呢其實在葉子板上這個方向的飾板呢 跟水箱護照或是Mini呢很經典的這個風潮式的樣式呢 其實都有放在這個飾板上面 那上面可以看到有一個紅色的S來點綴一下 好看好看 那這個車身的顏色呢其實原廠的命名是Rooftop Grey 它算是有點是灰色 但是我自己近看啊我覺得有點那種燕麥奶茶色的感覺 我覺得女生啊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那它跟Mini可能很經典大家會選紅色啊 或是正藍寶藍的顏色呢 我覺得有蠻大的識別度 其實除了運動感之外我覺得也蠻有氣質的一個顏色 所以這個顏色呢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來來來一樣看到車尾第一眼 最印象深刻的會是什麼呢 我會是這個車尾燈有沒有看到 Union Jack 英國國旗的車尾燈 現在是正式呢被列為標配了 我知道這個車尾燈呢很多車主 Mini的車主啊通常選購Mini 如果沒有選配的話一定會去改裝這個車尾燈 聽說這個車尾燈原廠是花了非常久的時間去研究跟打造 你知道歐洲人呢就是效率比較慢一點 不過因為它可能有一些法規的問題要克服 但是他們還是太想要把這個英國的圖樣的這個樣式呢 放在車尾燈上面 其實啊包括你在行駛的時候啊打方向燈的時候啊 這個車尾燈真的是蠻特殊蠻標誌性 那也相當經典很可愛 更凸顯Mini風格的一個車尾燈 那在車尾的一個變化呢 其實在後保感上呢 它的線條也是比過去的小改款呢 再更突出更外顯一點點的 都想要凸顯它有一點運動感的這種感覺 再來看到我自己蠻喜歡的 就是它中間雙突的排氣管 可是仔細看喔它一樣有一個Piano Black 就是黑色高光的光澤 那這個就是搭在一起的這個黑化套件才有的 整體看起來真的蠻好看的 以為外觀講到這邊就結束了嗎 沒有喔別忘了Mini呢 其實在車頂的顏色上其實也有蠻多可以選擇 所以你在路上啊常常會看到 壯色的Mini 例如說藍白配啊紅黑配啊 那現在我們選的是 蠻一般會常見的黑色頂篷 但在小改款過後呢 它其實加入了就是漸層色的車頂可以來做選擇 所以Mini呢給我一個感覺是 在外觀上真的客製化的選項 然後選配也很多 你可以搭配出一個跟別人 或是真的一般很少會見到的Mini 就是屬於你自己個人風格 因為像是女生啊在買包包啊 有些包包如果有開放一些客製化的選項 比如說顏色啊或是條紋啊 可以給女生選擇的話 我相信女生一定會為之瘋狂相當喜歡 那如果上面又可以印上自己的名字的話 那不得了也是賣翻了 OK進來看內裝吧 好今天天氣真的很熱 我們先啟動一下吧 其實剛剛沒有跟大家提到呢 這一台車的原始的定價是169萬嘛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款呢 它其實多加了28萬的選配 那其實有蠻多呢都是在內裝的一些選配喔 第一個可以看到就是它選配了這個NAPA皮的方向盤 整個握起來質感當然是非常的好 那可以看到它多了一個這個拇指的靠墊 所以就增加你在駕馭的時候的舒適感 再來呢前方看到有一個5.5寸 那是整合的數位儀錶板 這個呢也是選配的 但是呢我其實我自己會選配 因為我過去啊雖然我會覺得Mini很可愛 內裝也很可愛 但是它過去那個傳統指針式或雙元式的那個儀錶板呢 我就會覺得有點像是比較陽春一點 或者是上個世代車款的感覺 可是有的人可能會覺得很經典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還是比較喜歡數位的儀錶板 那整個搭配起來我覺得在車內內裝啊 科技的那種成分科技感呢 又會再更高一點點 再來看到中控的部分呢 這一次是標配8.8寸的中控的螢幕系統 那有中文的系統是標配的 不過啊剛剛我發現 如果你要有原廠的中文導航的話 是要選配的唷 而且價錢還不便宜 要五萬多塊 那你不選配中文導航的話 我前面介紹的那個Mini App啊 你不是要先輸入導航到車子裡面啊 這個功能呢就沒辦法使用了 所以我是覺得 唉就會有點可惜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不想選配的話 你也覺得Mini App的功能還好的話 那我建議你呢可以選配Apple CarPlay 那價錢呢大概11萬9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螢幕上呢 目前看到的Apple CarPlay也是要選配的 那我們慢慢帶大家來看 可以看到它這個螢幕外框啊 有它這個氣氛燈 那像是我在調整這個空調的時候啊 有沒有看到燈開始有一點變幻了 它可以告訴到你現在空調調整的這個強弱 那這個配色啊藍白紅 就是又是英國國旗的元素在上面了 底下這邊有一些按鍵啊 那有B&W如果你是車主的話 應該會蠻熟悉的 有一個快捷鍵 就是1到6 你可以設定你的一些快捷的選單 那往下來看呢 這邊就是有雙虛的恆溫公條 那再看下來呢 可以看到有很可愛 像是戰鬥機的這個旋鈕呢 就可以快速的選擇 像是駕駛模式啦 循跡的開啟啦等等 再往下呢 有一個12幅的電源 那再下去呢 有一個USB-A的孔在這邊 然後有兩個杯架 所以啊 因為它畢竟真的還蠻迷你的 可以看到其實它並沒有一個 例如說可以放置手機的空間 也沒有無線充電的空間 所以我手機呢 手機的家 可能就要暫時把它放在杯架上 對大概就是這樣 那看到這個排檔桿呢 先前的改款其實就已經不是圓圓的排檔桿了 不過這就是B&W呢 其實很常會用到的 這個排檔桿啊 方形的 剛剛不曉得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有使用Mini App呢 傳送了我要去的一個目的地的位置嘛 那我們就可以點進來 Mini的互聯應用 然後這邊有個Mini訊息 就可以看到我的資訊 有沒有看到麥當勞 點進去 是剛剛我們上午的時候把這個地點傳過來 那我去按一下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設為單一的目的地 所以你在上車前呢 先把這個目的地設定好之後 那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導航 然後就上路了 然後再來看到翻下來 它其實有一個化妝鏡 那其實就是有這個補光燈的功能 這個對女生啊 女性的車主啊 真的是相當貼心的設計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所以總體來看呢 內裝就是非常Mini的風格 那可以看到旁邊有這個圓形的喇叭 整車呢 其實總共有六支的喇叭 那當然也是可以選配Herman Kardon的喇叭 但是都是要選配的 那在皮椅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內裝比較重點的一個地方 這個選配的也是真皮的一個 整個算是套件 所以可以看到旁邊有一些 英國的小旗幟啊 小標誌啊 包括這個頭枕的部分 其實仔細看喔 也是有一個英國的標誌的花樣 整體坐起來呢 我覺得是還蠻舒適的 包括下面呢 其實還可以伸長 也是有個腿靠的部分 那這個都還是可以再做調整的 那我們來去看一下後座的空間吧 因為我自己還蠻好奇的 走吧 騎馬你看我的可以到我大腿的那邊 欸 你腿怎麼那麼短 蛤 沒關係啊 它今天就試駕M3啊 突然從500多萬的車 對啊 跳到這個100多萬有點不太習慣 雖然是同一個集團 你要不要去看看我座椅上面 哈哈 跑車座椅欸 欸 走 哇 啊 好 剛剛有一位那個 我的代班主持人啊 他來幫我們展示了一下 180公分的男生呢 坐進Mini Cooper S 然後三門後座的感覺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那我覺得呢 你既然都要選Mini了 然後選三門了 這個空間這個東西呢 你真的就不要多想了 你應該也不會是你 就是考慮的重點吧 不過我們還是來幫大家測試一下喔 身高是164公分 其實我覺得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坐 因為我覺得它的座椅算是蠻深的 那可以看到呢 其實我的腿的大腿一直到頂部這邊 其實都還是有被支撐住的 剛剛一程就說 欸 沒想到我腿這麼短喔 也不是吧 但是就是它就是剛好支撐住 所以我覺得是還OK的 但是在空間感呢 的確是會比較小 看到我的頭部空間 大概就一個拳頭多一點點到頂了 那我164公分 前面的腿部空間呢 大概也是一個拳頭多一點點 大概就是這樣的空間 那它其實後面呢 也是雙人坐了 中間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坐人的 所以總體來說 我覺得坐起來真的沒有 我一開始給它預想 好像那麼難做 不過有可能是我的身材體型的關係 但是我坐到後座啊 真的感受一個蠻大的就是 這個後座的內裝的質感 真的也太不一致了吧 就其實可以看到後面真的 沒什麼內裝可言喔 就是這種塑料的材質啊 就是這邊有一支喇叭 它連一些飾板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在空間的感受上呢 其實我覺得啊 這台車以空間來講啊 應該蠻適合就是單身貴族 或者是你是小家庭 你還沒有生小孩 我會覺得這個有小孩 或者是甚至你要再爸媽出門啊 我覺得都會有點辛苦 自己的爸爸了 光想像他這樣爬上來 然後坐在後面呢 真的是有點憋 不過在剛剛在前面的感受呢 坐起來是相當好的 那現在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環節 所以要上路來替大家試駕啦 今天要幫大家試駕的三門Coopers S的車型呢 都還沒跟大家聊到動力 那它搭載的是一個2.0升 Twin Turbo直列四缸的渦輪引擎 它的動力表現呢 馬力可以到178匹 那扭力有28公斤米 那0到100加速呢 是6.6秒 搭配的是 Staptronic 7速的自首排的變速箱 那先來講一下整個駕馭體驗好了 因為它的整個車型 車身尺寸的關係 那大家也都知道 Mini Cooper其實重心都相當的低 再加上它的短軸距呢 所以整個操控起來啊 其實真的會有那種在開Go Kart 就是卡丁車的那種駕馭體驗 其實真的是非常棒非常好玩的 那在山路的懸吊啊 跟這個體驗上啊 其實大家都知道 過去Mini Cooper的懸吊 都是比較偏硬的一點感覺喔 所以在山路上 其實我覺得當然相當的舒適舒服 像我這邊輕輕要一個彎過彎的時候呢 它給我非常好的支撐型 那我再補一點油門 這個彎呢就過過來了 所以會給我一種其實就是 蠻有安全感 然後我可以很有自信 去過這個彎路的這種感覺喔 今天呢 怡辰啊 他們也有來試駕是 同一個家族 BMW的M3喔 我那時候就覺得心裡有點不平衡 哇你們今天試駕M3 不是說 Mini Cooper不好啦 但是就是 欸很香耶 好像很厲害耶 但是呢 我來開Mini Cooper之後 才知道說啊 這可能還是適合我 目前這個程度的車子喔 我可以駕馭的了它 然後它讓我在過彎的時候啊 植樹加線上啊 我都可以很有信心的 去踩油門 去補油門 然後在山路上呢 給我一個很棒的 一個駕駛的體驗 喔 油門給它感受起來 哇 在彎的時候呢 其實也可以給你一個 很有支撐性 感覺比較安心一點的這個感受 過彎你在轉向的時候 真的都很直覺很直接 在山路我真心必須說非常的好開 很好開 總歸來說我會覺得山路 真的才是這台車的一個歸屬所在 可能在平路上我自己感受這個懸吊 可能就會有稍微硬一點 那路感的回饋也會比較多 但是呢要跟大家聊的東西是 就是在安全和科技的一些配備上 這一次在小改款之後呢 是有加入了新的像是車道偏移啦 然後碰撞警示啦 還有駕駛的這個注意力輔助啊 等等的一些這個系統 但是有一個主因啊 在海外的mini車款呢 其實有ACC的駕駛輔助 但是在台灣的mini車型是都沒有的喔 我覺得這一點呢真的是蠻可惜的喔 ACC 我的話我一定是會 要嘛就選配 要嘛我會找一個車款呢 是有ACC功能去輔助的 所以這一點呢 其實大家可以再去注意一下 好了我們再去拍個幾圈 然後最後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試駕心得囉 就如同剛剛在車內的試駕體驗呢 我終於找到為什麼 大家會有這個mini信仰的原因了 呃我在試駕的感受呢 會比我剛剛在外面看外觀啊 然後看它的內裝啊 其實喜愛的程度會大於很多很多 因為真的在駕馭的體驗上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也讓我比較有信心 有自信可以去駕馭這台車 尤其在山路的表現上 那我是相當喜歡的 不過總歸來說呢 我覺得mini它還是有它的原因 才會讓這麼多車主呢 喜歡這台車 但是啊在一些配備上啊 像是今天我們看到了很多 例如說中文導航 你沒有選配的話 那你的mini app也就不能使用了 這一點呢 我覺得可能 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上呢 原廠啊 很多配備上 可能還是要多多加油一點 這樣子呢 可能才會讓更多車主 覺得更超值 然後更心動 對這台車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試駕心得 如果喜歡今天的試駕影片的話 麻煩給我個喜歡 那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什麼時候可以把廖宜成就是 他什麼時候退休呢 沒有啦 也歡迎給我更多的意見 我是韻魚 那我們就下支試駕影片再見囉 掰掰 其實第一支試駕影片出來啊 真的搭啊 其實好評還蠻多的 那給自己的壓力呢 當然也會搭一點點 可是就是 謝謝也蠻多建議的 就是一定會朝更好的方向去前進喔 那特別在機器啊 跟動力的部分 是我要去 比較下足功夫的地方 那這一塊呢 我也會好好的 來跟大家 就是 用功努力 然後以後呢 相信會更好 好 好 好